来 试一试 喂 能听到吗 喂 能听着说 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在美国读了本科四年 然后在英国读了一年硕 然后后来又生了售博联读 然后今年是售博联读第二年 然后一开始读的是数学 然后后来改成商科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读完商科未来去向 你大概了解过吗 前路茫茫还是前路光明 对 就是前路茫茫 因为国内现在的问题 商科形势也不好 然后英国那边也死差 然后就想问一下 哪好 全世界哪上科能行 美国上科也完 感觉已经前路茫茫 还能转过了 加起来快读了 可能毕业之后 毕业家想要读了十年了吧 就可能投进去也八九百个 就是前路了嘛 现在如果说 如果说时间能到回 你当时刚出国的时候 八九百个给你 再凑点凑一千个 愣银行你一年 你等一下躺着都有二十多万花 这一千个还不能动 后悔不 你现在你按银行汇率 你就按百分之二点多 你存银行啥理财也不买 什么死期定期你都不买 百分之二点多 你一千万扔银行里面 一年二十多万 你给国内哪个城市躺家 一年一个月给你两万块钱花 这一千万还不用动 我说实话 一千万不还你 一年给你开二十多万 也值了 你现在是一千万花里面 二十多万都没有 完了学个老商科 你上来问我咋办吗 不是就是主要想问一下 就是美国英国和国内的话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我建议你等到九月份 我知道 就是我知道就是矮子里面打高个 因为我现在离于那个博士毕业 还有 食物和尿果哪个香一点 我建议你等九月份看看 你看看那个下一届是不是 是不是进毛子 是进毛子的话 还能留两年 等那个世界杯完事 应该能有位置 就是世界杯完事 完事之后啥样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鸡毛的话 不是的话 那政策啥的 你都得再看了 不一定 好吧 你再研研研究吧 现在跟美国搁哪个州 我现在搁英国 我现在搁伦敦 我跟美国搁本科 然后伦敦读在硕士 然后后来又改了个硕博联读 今年硕博联读第二年 然后还有两年博士 对 现在你看他们都说 一千万存银行 怎么能争取到百分之三点五的 一年给你三十五万 哥们 一个月将近三万 三十六万 一月三万块钱 你国内是 你家是哪个城市的 我家上海的 上海一月给你三万块钱 乐咋花咋花 那一千万个账户里趴着不动 一天平均花一千块钱 一天花一千块钱 你乐咋花都行 你花不完明天 明天给你存账户里不作费 一天花一千 完了现在你给英国 你把你中午吃的啥 晚上吃的啥 我现在给国内的 我现在框架的 你给国内一月三万钱 你花吗 没有 但是我在国外生活 会一个月不吃三万 你给国外一月三万能吃上蟹黄 蟹黄拌面吗 这个还是可以的 因为有时候可以从国内转运 但是我也是感觉 从国内转运 你说实话 就国外留着 就说吃什么什么都没有 反正还是国内 说实话 行吧 后悔是来不及了 最后你也别放弃 如果能转科 转科转不了的话 你看看下届世界尾吧 那转肯定转不了 因为博士明年升博 然后读两年毕业了 这还怎么转 你还念博吗 还做博吗 我现在 说实话 你朔博联读这第二年 你要朔博联读 你博毕业了 你不信再问我 我有人 但是不愿意 不愿意帮硕士 我有人你要拿 你要博士完事的 你跟我说 行吧 那还有两年 还有两年 不着急 你可以提前进我们的海外精英 驴马辣的群 里面不说就博 是不是 你可以进海外精英 驴马辣的群 互相分享泡面 怎么味 你吃香辣牛肉的 他吃加根火腿肠 洛杉矶最有画面 洛杉矶能吃着国内零食 所以国外 国外就美国什么 麦阿密州都馋哭了 你可以去进去感受一下了 好吧 行吧 你去找那谁去吧 找那个 找那个 我看 钢铁侠和那谁都不在 行啊 一会儿晚点直播就有了 你一会儿让他们拉 你这个招管理 招管理让他拉你进海外 海外驴马辣的群 去吧 行吧 嗯 刷辆跑车吧 好 感谢西西 从那个兜里面 硬挤几个跑车出来 一月三万元零花 没了几个跑车